臺灣後山來共同北 別人過一年感冒冷的 基隆社區大學帶來開場表演 讓來自全國90所社區大學校長幹部 感受到基隆社大的活潑熱情 大家都是特優 優等 家等 可見全臺灣的社區大學 在教育部的輔助跟協導之下 辦得都非常好 副市長邱佩玲 教育部中生教育師長吕玲娟 親自歡迎全國社大代表到來 基隆社區大學為全臺首座實體社大 去年和今年在社區大學評鑑中 都獲得教育部特優表揚 實力不容小覷 基隆是唯一由市政府 百分百投資社區大學的 那我們的社區大學也是 第一個用月媒國小當成實體的 多次有很多立委教育部次長 還有各縣市首長都來過 我也陪同過 他們看到我們有這麼好的實體 也覺得非常驚訝 很開心我們這回可以在這裡辦 這回是第四次 那每一個縣市 每一個地方都很優秀 我們也很希望透過這樣的交流 可以讓我們也學習跟成長 為期兩天的會議除了有頒獎表揚還舉辦了專題獎座 邀請專家針對社大食物運作媒體素養等專題分組進行討論 而學員們最期待的就是第二天的走讀課程 總共規劃五條路線讓學員們深入基隆在地認識漁港文化 基隆社區大學我們從去年到今年都是全國的特優 那我們會在這個時段來做授獎 那當然我們在相關的五條走讀除了介紹基隆 那也落實整個社區大學的公共性跟在地性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在這裡面五條我們除了安排基隆的特色的一個路線 我們會安排實體社大讓來自全國二十二個縣市九十所社大 也能夠針對實體社大的一個辦理有更深的一個認識 當然我們要謝謝基隆市承辦這樣的一個大活動 讓全國社大跟縣市政府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平台上 一起攜手共融互動 全國社區大學發展會議在基隆 透過專題討論 參訪體驗和走讀課程 讓全國社區大學都能夠朝向終身學習 全民社大目標 從台灣投的基隆 影響社大運動 邁向下一個高峰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